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要再操心 我听话 我相信老师的话 老师不会骗我 所以我一身的基督 无论是圣经是秘境 我都能坦然处置 为什么呢 老师说 佛菩萨安排的 那还有什么话说 佛菩萨安排 佛菩萨一定有用意 虽然是秘境 过后之后好事情 真的是安排得太好了 才没有 我们意想不到 确实是最妥善的安排 顺经 佛菩萨安排 秘境也是佛菩萨安排的 所以总是用个感恩的心 出事待人结果 圣经里面做什么功夫呢 断贪念 圣经不亏贪念 逆境里面呢 断称慧 断贪称痴 所以佛菩萨给我安排的环境 是要我在里面断贪称痴的 这个人毁谈我 无论我陷害我 佛菩萨安排的 我怎么能怪他啦 为什么要用这些方法来对我呢 还不是帮助我提升呢 看看我在逆境里头还深不深惩慧 果然不深惩慧 他看我不是好人 我看他是好人 真的 自己境界不断向上提升 无比的快乐啊 一切积遇 我都晓得 都是替我笑业长 所以我们学佛的人 遇到逆连 遇到逆境 心地要非常坦然 要认真去思过 别人回报我们 我们好好的想想 我有没有 如果有 赶快改啊 要没有 好好的努力 决定不能做错事 有则改之 无则加勉啊 这就好 绝不要怪别人 不可以有阴念 成灰心 报复心 那就错了 那我们又堕落了 我们对他还是恭敬心 还是感恩之心 他替我笑赞 免罪 是我的大恩人 我怎么不感激 那么我自己的修学 还念念给他回下 给他祈福 这是我们应当要这样做法的 佛教导我了 不觉悟的人 他才会有诚慧心 才会有报复的念头 觉悟的人 绝点没有啊 所以 境界现前的时候 看看你是觉悟还是迷惑 这些地方 日常生活当中 小事情常常会遇到 在小事情 练功 练怎么样呢 逆境 不顺心 不如意的事情 没有成灰心 没有怨恨心 没有报复心 要练这个功夫啊 大地 逆境现前了 你心地自然很坦然 你有智慧来处理 不会感情用事 你才不会被一切魔障来障难 瞬间 绝点没有一丝好贪念 也提升了 逆境没有一丝好成灰也提升了 都是帮助你提升 要在环境上去磨炼 你禁不起磨炼就被淘汰掉了 你能禁得起磨炼 把什么都给磨掉 贪嗔吃慢 磨掉 特别是贪险 这最严重的根本问题 圣经里头 要学着没有贪念 在这里修清净心 逆境里面没有成灰 修清净心 一切也违法如梦幻炮 瞬间不要生欢喜心 逆境也不要生烦恼 什么境界里面呢 心是贪然的 心是清净的 清净心里则生智慧 智慧就能够处这个境界 会处得非常的圆满 于一切境运当中 没有得失 遇到了 得到了 没有欢喜 没有贪念的心 失去了 丢掉了 没有成灰 没有把这个事情 放在心上 心上就是阿弥陀佛 这就对了 这就对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手放在心上 直播室 再次灰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